我不知道他下面要干嘛 我特别害怕 然后我就开始大叫 我就一直在66楼 呼喊求救 特别大声 我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气 那时候就是想有一个人看到也好 没有 我刚到重庆的时候就怀孕了 只有几周时间的时候朝我肚子踹了两脚 他打我那一耳光 就是整个脑袋都发晕的那种 插我的脖子插到 没有办法呼吸的 很害怕 然后去厨房拿菜单出来 说要要开刺我 会把你的手会反锁起来 把我的头抓起来往墙上怼 他走开的时候还说 你装吧 你就继续装吧 我说一句话 他打我一下 我只要开一口 他就打我 拿住我的头 使劲往那个墙上一撞 他是一个画家 有出过他的画册 然后也出过摄影集 他也拍照 就开始觉得好像很有才华 然后我去关注他的微博 他所营造出来的就是一个 很温暖 很善良 很正直 很勇敢 很柔情 很有担当 各种 所有的美好 优秀的 都在他的身上 我一开始我信了 我当时觉得 这么完美的男人 我能遇到 我觉得是我的荣幸 就这样掉入他的漩涡 噩梦开始 一开始跟我耍朋友的时候 不停地跟我强调了无数次 我从来不打女朋友 通过各种形式 通过各种形式对我 精神控制 洗脑 每一次被打了之后 我需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 脸才会好 我没有办法化妆 我没有办法录视频 所以我经常会 时不时都会耽搁我的工作 第四次 是在他准备搬的那个新家 66楼 当时也是因为很小的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要开始动手 然后我也是吓到了 我就想跑 我就想跑回家 我很感谢 那个时候 电梯 就停在66楼 我一按天梯 天梯没开了 然后我马上往里面跑 但是没有想到他 他又追上来 然后把我想把我从电梯里面拉出去 我不知道他下面要干嘛 我特别害怕 然后我就开始大叫 我就一直在66楼 呼喊求救 特别大声 我用尽了自己所有力气 我需要 我那个时候就是想 有一个人看到也好 没有 但是这一次回去之后 离最后这一次家暴 只有十天 抓住我的肩膀 使劲往地上一摔 很用力的一摔 我当时就尾椎 直接到地上 就那一瞬间 我感觉我的腿没有感觉了 然后我就想站起来 我想站起来回家 我发现我根本站不起来 他觉得我在装 他说你继续装啊 你继续装 你站起来啊 他就拉我的衣服 然后他就把我脱了 脱着我的衣服 脱到另外一个地方 脱到门口那里 然后用他穿着鞋的脚踩我脸 踩我正脸 我甚至能够闻到他脚上 在外面踩过的那些脏的味道 那种侮辱 那种侮辱 我用手一直护着我的尾椎 我不想他再踢我的尾椎 然后在这个期间 他把我的身体在地上翻来覆去 然后用脚踹我的身体 然后不停地辱骂我 我不敢吭声 我不敢有任何反抗 我只能让他 我只能栽在地上 让他把所有的情绪发泄完 他后来发现了 我是真的站不起来了 然后他马上第一反应 就是给他朋友打电话 当时那天晚上 他给我打电话 说我又给羽牙提前说过什么话 然后造成了他内心 好像又被伤害了 对羽牙进行暴力伤害 他让我打电话 让我尽快地赶到他家 把羽牙带走 他拿了一件新裙子 把我撕烂 把我被他撕烂的那件衣服 先脱下来 然后给我换上新的裙子 然后他把我引到卧室 我看到羽牙 我就当时特别震惊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女孩 可以说像一个牲口一样 在床上躺着 瘫在床上可以说 我第一眼我就发现了羽牙的裙子是反穿的 事后到医院他才告诉我 是为了掩盖暴行 他反而还跟我说 你去搞我 你也搞不一眼 你没怎么觉得 直到我和另外一个朋友 把羽牙接到医院 当天晚上 羽牙因为要去拍片 我看到他身上大大小小那些瘀青从手臂后背 还有身上上半身 就是脱了衣服的时候 我当时特别震惊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孩 被家暴留在身上的那些伤 我不清楚他父母看到这些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反正我当时是特别震惊 就好像那些伤 就好像我也被那样打了一下 那一个月 我蹲下去 没有办法直接自己站起来 我必须要用手去撑一个东西 要借力才能够站起来 在最后这一次我 对他这个人是真的彻底看清了 展示自己生命的一个人 早上一个时代人 成了一个专门的群 另外一片子 成了一个渣男 我比我优秀的人 都把一个全世界没及格的 然后家庭的那个人在吃银子 他给这个吃银子 就像个 老家庭的人 我只是说 那里面大二号 我现在主要家的还挺大 然后如果他可能发现 还不会是想到大二号 其实这些 我去做了就可以 应该有七八年了 都完全没有 接触这个人任何事情 然后如果要不是羽儿 这一次这个情况 可能我也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 我能够清晰地有印象的 大概是四应该是五次 就我亲眼见到 他一手抓着秋秋的头发 然后那个时候还没蹲下来 在他那个 他卧室旁边那间房子的墙上 把他把秋秋的头 抵在那个门上 就在那柜门上 痛痛痛 而且速度比较快 我听到的是 恩物撞击门 撞击衣轨的声音 他会有一套 他非常完整的说词 然后让你一直去原谅他 中间他一直在威胁我 在他的微博上 发了很多诋毁我的话 包括诋毁我的家人的话 然后私底下 他会威胁我要杀我 然后要杀我全家 要烧我的房子 每一次家暴 当时我都没有想过报警 这是我现在觉得 特别后悔的事情 因为我没有被家暴的 当时第一刻时间就去报警 我是事后报警 就没有用了 他会很坏 很坏地知道 一个是你胆小 二的一个 你没有保留证据 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作恶下去 因为我相信这个家暴 这个事情 无论一次还是五次 还是恩次 无论对象是谁 其实跟这些对象 都没有关系 他从来没有想过 这些是不是 他自己的问题 发表了对他的警告声明之后 包括我的遭遇 我发了朋友圈之后 我没有想到 之后陆陆续续地 就有一些朋友 主动找到我 我这次就看到 雨牙的视频和文字嘛 就一下就把我拽到十年前 感同身受 就是当时我受到的 那个精神的压迫和 那种伤痛 我也不希望说 真的就是一而再再而三 因为我知道秋秋她当时也有类似的情况 那如果说一直都不说出来的话 可能真的就是无数次的重复 然后不停地有女孩受到伤害 我说我真的隔着屏幕 我都能够感觉到 雨儿的无奈 和她的痛 而且是那种 想吼也吼不出来 想说也说不出来 还一直 一直会被人污蔑的那种痛 很多人 我知道可能很多人 看见雨儿当时的那个声明的时候 不了解情况的人 可能是一种吃瓜的状态 然后了解情况 了解一些情况的人 可能是觉得 这个人 他又动手了 我觉得我不能再装聋作哑 对我自己所感受到的这些东西 在避而不谈 不站出来 沉默 不作为 选择中立 对于她这样的人来说 是一种 推手的一个作用 就把她推到了她的那个恶的一个巅峰 那个时候够勇敢 早一些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我觉得 不会有雨儿这个事情 这么残暴的事情发生 我们都沉默了 然而家暴并没有停止 就继续发生 我们真的不想再有新的受害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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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